榮總榮總 圓警一邊狂奔一邊大喊榮總榮總 因為後座藍衣服乘客 為了接回斷址分秒必爭 民警敵油門狂催 警車一路從臺八十八線開到高雄榮總 十公里的車程原本要十五到二十分鐘抵達 結果圓警十分鐘安全送達 斷址民眾緊握著左手快步走進營院 事發在五月二十五號早上八點多 這名四十七歲的靈性男子 在大寮的工廠工作 因為操作機台不慎截斷了小拇指 原本叫了計程車要趕往醫院 沒料到在臺八十八線被追撞 所幸到場圓警協助送醫 否則恐怕耽誤指頭接合的黃金時間 醫師指出 斷址接合的黃金時間是四小時 妥善保存斷址也很重要 可先用濕潤的紗布覆蓋斷址 再放到乾淨的塑膠袋內 再隔著袋子放入冰水當中 記得不可冷凍也不可直接泡在冰水裡 所幸最後林先生的斷址順利接回 至於機能能否恢復還得持續觀察 靜新聞轉鈴謝佳麟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